2023年3月5日下午3点据执法官员称 周六深夜在亚特兰大郊区举行的一场 有100多名青少年参加的家庭聚会上发生了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六人受伤 枪击事件发生在晚上11点左右 请看本台记者秦鸿军报道 据道格拉斯县治安办公室称 在亚特兰大以西逾20英里的道格拉斯维尔的一个家中 治安官办公室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知道有一个家庭聚会有超过100名青少年参加 发生了一场冲突导致两人死亡 六人因枪击受伤 没有立即宣布逮捕 动机仍在调查中 警长的调查人员要求任何知道有关该事件信息的人与他们联系 两名遇难者的姓名没有立即公布 但参加聚会的青少年在Facebook上写道 死者是青少年 我的孩子受到了创伤 他的朋友受到了创伤 我受到了创伤 其中一名参加派对的家长在Facebook上写道 住在发生枪击事件的房子隔壁的空中 加德纳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在亚特兰大的附属电台WSBTV 他和他的家人听到了枪声 并躲在了家里 我的孩子们都在地板上 他们很害怕 加德纳说 加德纳说